这间的粉丝啊 千里屌屌来到广西啊 去桂林旅游了一趟啊 然后捡了几个大石头过来 叫小哥帮他切一下 这种去桂林那边的鸡血石 但是他这些呢 感觉这个石根啊有点多 然后既然拉到小哥家了 我们把它拉进去切开看一下啊 这种石头呢 主要它的颜色啊比较红 然后像这一块 这里都可以看到一些红色的表现了啊 这个石头还是比较大啊 刚装了一个上去 先切一个看一下 看表现的话 它的石根比较重啊 因为石根的话 关系也不是很大 然后呢 就是看它的裂多不多了 因为它这种是山料嘛 裂的话可能多多少少都是有的啊 好 我们先切一个看一下 这个石头切了一刀啊 由于石头太大了 没办法 美食的一瞬间啊 只能这样子看一下 这个就是切面啊 已经把它切平了 这里面好多石根 它有些石根 它没有填充 它没有浴化回来嘛 像这一条 它很多空隙啊 这种就是浴化了 然后这个石头 它这个颜色啊 还是很红啊 它有点像那种飘花的感觉啊 很有鸡血石那种风范 本来它这种就是桂林那边的鸡血石嘛 然后底下这里出现了一些啊 有点像那个山景的感觉啊 石友说这个它要搞去抛光当摆件啊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啊 因为你整个给它打磨出来 当个摆件的话是很美光的 因为它其他那些小问题比较多啊 你做件的话不是那么好出啊 这边还有一个啊 这个是可以出件的 然后这里 底下这里就已经有一个手镯位了 它这个打灯很透啊 它是有点带绿色的啊 然后底下也是红色 这种料做出来的物件也是很精美的啊 好通透啊